商场内机场里游客坐在电动行李箱上 悠灾滑行 审时审利 电动行李箱俨然成为观光客移动的好选择 但是这项新潮科技却在日本惹上麻烦 一名大陆留学生在今年三月将电动行李箱骑到人行道上 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 无照驾驶遭到法办 这位大陆留学生表示他不知道电动行李箱在日本被视为交通工具 需要排照才能上路 不过因为电动行李箱的最高时速其实可以达到13公里左右 所以按照日本的道路交通法被视为和电动脚踏车一样 需要申请排照才能上路 事实上类似的电动行李箱可以说越来越风行 还有企业推出AI自动导航功能 不过在日本电动行李箱还没那么普及 主要还是由大陆游客攜带入境使用 但是交警提示电动行李箱只能在封闭的小区道路和室内场馆等场景下使用 我们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上都是明确规定是不允许的 事实上在大陆国内电动行李箱一样不准上路 暑假旅游忘记 国人出国旅游也千万要记得留意当地交通规定 避免违规使用电动行李箱还得吃上罚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